英雄似乎都是打擊犯罪對抗壞人 但在東京街頭有一位與眾不同的超人 自稱是滿月人 他要對付的是街道上的垃圾 別小看到他的粉絲可是不少 一起來看看這位另類的Superhero 一身紫色裝扮 披著酷炫披風 頭上那黃色顯眼的圓圓大頭 叫人不注意都難 他就是現在在東京日本橋頗有名氣的滿月超人 為什麼叫滿月呢 因為他頭上有個大大的滿字 而他也自封滿月人 因此獲得封號 不像一般的英雄有著神秘的武器與邪惡奮戰 他手裡只有一把掃把 當然不是拿來騎 而是用來清掃東京街頭 他的掃地哲學不僅是垃圾的清掃 藉此也希望人心能夠進化 掃除是污測的狀態不少 不少人的消息 在那裡 自然的心污測 心磨了 掃除人們在世上 在世上 在世上有些不少的新聞 會相信 掃除力量 在世上的所有負責 都會想要一掃 滿月超人是個低調不邀功的英雄 為了不讓身份曝光 所有採訪的答覆 都是事先預錄的語音答案 其實一年下來 他已不再是孤軍奮戰了 許多人加入他的行列 有機會來到東京 說不定能巧遇滿月超人 別忘了幫他加油打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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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